哈囉大家好我是紙片魔物欣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台灣地圖 話說上一次我在做我們的愛情流天人的時候 有人注意到了說 欸紙片 你用的這張地圖叫做台灣地圖 好像有點酷欸 我想要玩玩看 啊 咱們今天就來介紹看看 北中南台灣地圖各地區的概況吧 首先我們先從我的家鄉新北永和開始 各位新北永和在未開發之前啊 遍地都是森林啊 而它的對岸呢 就是我們的台北市啦 如果你現在有機會拿我們現實中的地圖看的話 你會發現哦 永和大概在我們淡水河的下方 被它包圍起來 那它過了一條河之後呢 就是台北啦 而這條河 中間有一座橋叫做永福橋 我前一陣子上班的時候 每天都是往那邊通行啊 還記得我們國中高中時期那時候讀的書 那時候告訴我們說台北是個盆地 我們就來看看台北是不是一個盆地吧 左右看一下哦 發現有山 然後有一個平的地方 因為盆地的這個中央地帶是平的嘛 旁邊 嗯 怎麼感覺有一些低蛙處呢 不是很像盆地哦 有點像是半個盆地啦 我們打開地圖看啊 基本上只有右側的地方 有一些山林哦 左側的話 老實講那種 盆地的感覺不明顯哦 順便給大家科普一下哦 大家可能以為哦 淡水河以北 可能通通都是台北的市中心哦 實際上台北的市中心 只有在這裡 就這樣子而已哦 如果你想要去台北玩 基本上你逛完之間就結束了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哦 我們這個地圖 雖然說是台灣地圖 可是好像比例子 做的有一點小哦 舉例來說好了 我剛剛有跟大家講說哦 我家啊 住在新北永河啊 過了一條河也就是永福橋之後 去來到台北啦 想當初我每天來來去去 每次經過永福橋的時候 基本上都要5分鐘的時間 可是你們現在一看 5秒鐘就通過啦 1 2 3 4 5 沒有錯啦 這張地圖的比例子有點怪怪的 除此之外呢 我們河流也怪怪的哦 一般來說哦 河流不應該這麼的低話才對啊 你這個這個這麼低話 怎麼叫河流呢 好啦 逛完台北之後 咱們來看看全台灣 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台中 台中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也是一個小小的丘陵 或是平原吧 可是我怎麼加入在這個山上呢 What the fuck 我跑到山區去了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哦 以前我們課本裡面學習的 中部地區 基本上哦 雖然說是台中 可是其實是西部地區 西部地區最多的是什麼 平原啦 嘉南平原啦 沖積平原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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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原 可是呢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 我覺得比較像丘陵地哦 一路走走走走 走到外海去 都是丘陵 沒有任何的平原 而且你這個河流 也未免太低了吧 地圖作者 你是不是 簡單拿地圖工具拉一拉 沒有好好考量掉哦 河流其實不是這樣長的 順便給大家科普一下哦 中部地區你要怎麼認呢 當初我認了一段時間哦 大家還記得哦 台灣最有名的一條河叫做什麼 濁水溪哦 不過作為一個天龍國人呢 桃園以南 基本上我們都稱之為南部了 總之我們濁水溪 橫貫在我們台灣中部地區哦 往上走呢 會有三條河 分別是烏溪 大甲溪 以及大甲溪 大甲溪有兩個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整塊就是大甲 所以可能就叫大甲溪吧 值得一提的是哦 只能在觀察這間河流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情 一般來說我們的河流 通常都是二河為一哦 兩條小河流流一流 變成一條大河流 可是呢 minecraft地圖的河流有點怪怪的 怎麼一分為二了 你是一條大河流 分支成兩個小河流嗎 仔細想想哦 正常的情況下 應該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條莫名其他被分支出來的 河就是大甲溪 之後它會流至我們的烏溪裡頭啦 咱們的台中市區 就是由我們的大甲溪 以及烏溪包辦起來 好啦 咱們接下來把地點往下 來到我們的發大財之都 高雄 我們照理在以往的都市計畫當中 咱們的高雄變成了工業重鎮 透過我們地圖作者所製作的台灣地圖 可以一虧我們以往高雄啊 群身繞繞平原廣闊的自然景象啊 眼前的這條河流呢 叫做高屏溪啊 還是一樣的問題哦 最好是河流這麼的低哇哦 你把它當什麼東西了 盤古開天屁地是不是 好啦 緊接著我們就會看到 我們上次製作的愛情摩天輪啦 不過老實跟大家講 我的愛情摩天輪的位置 其實有點怪哦 當初我以為這裡是高雄的領地哦 可是實際上哦 高屏溪以東哦 其實是屏東的土地啦 左側才是高雄啦 所以我莫名其妙要蓋到一個奇怪的地方 總之這裡呢 第四屏嘛 很適合當成咱們愛情摩天輪的坐落之處啦 不如這樣子吧 韓市長等你回到高雄之後 就把我們的愛情摩天輪交給屏東縣縣長來處理 你說是不是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了呢 好啦 共同愛情摩天輪之後 咱們把目標移至咱們的台灣最高峰玉山 好啦 我們先來看看玉山旁邊附近有啥吧 嗯 我覺得那裡怪怪的 啊 玉山不是四年積雪嗎 就算沒有積雪也應該有一些冰凍燎原的感覺吧 怎麼感覺有點綠玉 對 盎然啊 盎然嗎 盎陽啊 I don't know 咱們去附近逛一逛 你可以發現怎麼有些破圖 我去跨跨 嗯 很多山啊 我覺得那裡怪怪的 喔 那裡有雪啦 是不是那裡 我是不是搞錯了 那裡有雪齁 不是 奇怪了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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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峽谷有這麼大嗎 總之我們往旁邊探頭一看啦 基本上這個高度還是可以接受的啦 玉山畢竟很高嘛 如果齁 我人往前一點從那邊跳下去 應該會直接死翹翹吧 還行還行還行 玉山的高度有做出來 我都差點掉下去了 其實我覺得這附近 還是可以當成生存的據點喔 對不對 如果你家裡住高雄 你就可以一步往北探勘 啊 試圖佔領台北 或者是如果你對山林有興趣 你就可以爬玉山 儘管當然這個遊戲世界裡面的 造景喔 跟我們限制之下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 其實我覺得還是蠻有趣的對不對 你如果在這邊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吊橋 也是蠻有成就感的啊 不過還是要吐槽一下 最好玉山上面會長一個樹在這裡 太可怕了吧 哇 你看看這個樹的地基 最好是長得上去 好啦 以上就是咱們這一次的 地圖介紹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咱們的台灣地圖呢 記得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的想法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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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走電話去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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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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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